美帝骑士千万见 嘴子嘴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 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骑文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搞笑 特朗普嘲笑贺锦丽 她这是有病吗 欢迎登陆今天的 特朗普小剧场 特朗普总统呀 平常表情多样 肢体语言呢格外丰富 但是对竞争对手的这么些个表情 却没有那么高的容忍度 这不 纽约邮报26号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周一表示 拜登的竞选伙伴 参议员贺锦丽 对严肃问题的频繁大笑 表明这位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有病 据报道 在宾州阿伦敦的一次竞选集会上 特朗普嘲笑了贺锦丽 在上周日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中的采访表现 特朗普打趣道 你们看了拜登在节目中的表现吗 唯一和他表现一样糟糕的 是贺锦丽的大笑声 哈哈 这太有趣了 哈哈哈哈 他笑个不停 我说他是不是也有什么问题啊 特朗普接着还表示 他不会成为第一位女总统 你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我说他是有病吗 一直笑着谈论那些非常严肃的问题 报道指出 在CBS电视台60分钟节目的采访中 贺锦丽在记者提出 关于被一个网站评为最自由派的美国参议员的问题时 一笑而过 当他说自己喜欢嘻哈音乐时 他又笑了 记者追问贺锦丽 他是否会为民主党候选人带来社会主义 或者进步主义的观点 贺锦丽这样回答道 不不 然后他马上又笑了起来 特朗普和政治盟友呢 长期攻击贺锦丽是一个没有原则的虚伪人物 特朗普也经常说77岁的拜登 那叫一个老太隆忠 并且给他起了绰号 叫做磕水桥 特朗普还曾经表示 尽管一些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是50% 但是这位前副总统的头脑最多只有50% 你说这损人的嘴 不服他都不行 第二条 今日份最牛叉 白人小伙偷走挖掘机 夜闯黑人社区 故意损毁拜登竞选标牌 当人喝断片了都能干出点啥事 今天呢咱们就来开开眼界 NBC新闻10月26号报道 这佛罗里达州海恩斯市警察局呢 最近逮捕了一个名叫布莱特的26岁白人小伙子 他被控倒车罪和非法闯入罪 可能还会受到其他的指控 这名小伙子不简单啊 海恩市警方公共信息官员福格森 在一方电子邮件里是这么描述这个事情经过的 布莱特告诉警察 他一整天都在喝威士忌 不太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他忍不住破坏了拜登的标语 并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推倒了一堵礼拜 布莱特还表示 他不知道如何操作设备 这个意思是啥呢 简单的说就是 布莱特说他自己喝酒和还喝断片了 自己干啥也不太记得了 这警察局长呢这么说 一个成年男子居然认为 他有权因为证件不同而毁掉别人的财产 这太荒谬了 他不知道如何操作 却开着这台笨重的设备 在繁忙的路上行驶 这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所幸啊 这起事件中没有人受伤 我们对此表示非常庆幸 对于喝酒喝断片这事嘛 自然有人不买账 认为这只是布莱特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而已 有位叫做马里恩的小哥 目睹了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全过程 他表示当他看到挖掘击壁时 他觉得有点不对劲 马里恩说道 他发动引擎 猛撞围栏 接着我看见他把院子里的东西铲了起来 顶上还挂着拜登的竞选标语 我想 这看起来不太对啊 马里恩接着说道 我跳上卡车 我打了911跟着他 他一直在路上开车 对着人们大喊大叫 并且咒骂他们 他在一个十字路口还对一个人说 我要从你身上撵过去 他还经过了另外一片草坪 草坪上有许多拜登的竞选标语 马里恩表示 布莱特破坏了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 他声称自己喝醉了 但是如果他喝醉了 他能偷走挖掘机 到这个主要是黑人的社区吗 还能像正常人一样操作挖掘机 他明显就是故意的 反正目前呢 调查还在进行之中 不管喝没喝醉 这位叫做布莱特的小哥 也已经被逮捕了 第三条 今日份最无语 又有一位州长先被密谋绑架 就因为防疫太严格 继密歇根和弗吉尼亚州州长之后 俄亥俄州的州长 在近期呢 也成为了绑架目标 而三人被绑架者盯上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疫情期间支持关闭商业活动和居家令等封锁措施 新闻周刊在26号的时候 援引俄亥俄州媒体消息 一位共和党激进份子特纳 曾试图绑架和审判州长德维恩 并打算处决或者流放他 据了解 特纳此前曾多次抗议俄亥俄州州长德维恩的防疫措施 还和该州一群共和党人呼吁逮捕州长 并让他为防疫措施导致的经济损失而负责 报道中说道 上周曾经有人前往当地警察局举报特纳 称后者想招募他加入一群武装人员抓捕州长 此人表示 他拒绝了特纳的请求 并很快联系了警方 特纳本人则表示 他确实考虑过将州长在家中拘禁 但是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计划 而且警察已经很快上门找到自己 警方方面说道 案件已经被转交给地方部门 目前还没有提出诉讼 州长德维恩在一场发布会上 对此做出了回应 表示不了解任何要抓自己的阴谋 他说道 每个州都有人觉得 他们可以自己执法 有人觉得政府是非法的 认为自己能随意推翻政府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要谴责这种错误的认知 而在10月初的时候 媒体曾经报道了一起企图绑架谋杀密歇根州州长的阴谋 而且FBI发现 弗吉尼尼亚州州长也曾经是这火人的绑架目标 你说这疫情当道 这都是些什么事呢 第四条 为救助犬筹款癌症康复者一天跑四场马拉松 这真是今天这个大风呼呼吹的天气里听到的最让人心暖暖的小消息了 来自密歇根州的59岁癌症康复者 艾格勒呢 上周末在24小时内跑了四次马拉松 只是为了为两家专注于救助犬类的非盈利组织筹集上款 据NBC新闻报道 艾格勒最初的目标是为当地非盈利组织Bark Nation和Wagon Trace Dog Rescue筹集5万美元 但是当他以23小时44分钟的时间冲过马拉松终点线的时候 他已经筹到了13.3万美元 艾格勒表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传统形式的筹款活动已经被取消 他因此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犬类救助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两个非盈利组织都表示 非常感谢来自艾格勒的支持 这Bark Nation呢 是一家救助和康复 在格斗中受伤犬类的组织 而Wagon Trace Dog Rescue 是一家由当地志愿者运营的收养机构 平常都是依靠社区居民的支持来维持运作 除了跑步之外 为了向这两家非盈利组织表示敬意 艾格勒还专门创建了一个网站 供与人们捐款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 刀必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 存在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